你妈还说我想帮大款 想要分你们家的家产 我今天就可以明确地告诉她 我没有那个心理素质 刚才开车的时候 手都抖了 你手抖什么呀 你觉得我们家就为了这么一样车破产了是吗 你还别笑 我真是害怕 我害怕你 就只是想小打小闹地跟我玩一下 像我这种不经你允许 就乱花你钱的人 万一你跟我急了怎么办 万一你摆出你们有钱人的本来面目 那我该怎么办呀 我们什么面目 你是不是网络小说看多了 我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信用卡放在你那儿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就是想让你明白 我跟你之间不分你我 你可不可以不要老陷于什么你依附于我 或者什么帮什么大款 我们之间不是这样的关系 你能不能从思想上卖过这个门槛 可以吗 什么叫门槛 卖得过去是门 卖不过去就是槛 卖不过去是门槛 卖得过去 我就不知道呀我 那就说明你跟我之间还留有余地 对吧 不就三十七万吗 多大点事呢 从现在开始不提了 行吗 咱们不提了 果真不提吧 绝口不提 马琳 你知道吗 我今天终于有心疼钱的感觉了 我刚才开着这车到你们这儿楼下 我一看 一小时五块钱的停车就一看 我说怎么这么贵啊 我没舍得给 然后我就把车停到那边了 你说 我是不是越来越有我亲家 持家祥女人的感觉 有 有 有的很难 我想明白了 我明天就把车给退了 然后拿着退的钱 去做点小生意 你知道我上学的专业是什么吗 英语的什么 我学的是音乐 就是真的 我一直想做点跟专业有关的一些工作 你说 我们开个百姓录音棚怎么样啊 有啊 真的 只要是这份工作你很喜欢 那就是一份好工作 我喜欢我喜欢 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真的 能够是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去 去你 我玩开玩笑呢 应该是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 行不行 这个可以有 好啊 好像还有点四方钱 百姓录音棚 好的 是 我那张银行卡呢 怎么了 我有一张银行卡 请 你那着了呀 不是这个 我那张卡给你姐夫了 给我姐夫干吗呀 不是我 我 我 我那天喝多了 你有病啊 喝多了就把卡给我姐夫了 不是 万一花了怎么办呀 不至于不至于 那又不一定了 你们家人不会都那么冲动吧 他最近情绪 对对对对打电话的 他最近情绪有点什么 激动 好 停机了 我说你怎么那么二呀 还不找他去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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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名堂卡哦 两个啊 好 这这么两个 我马上接了 那个 我的车呢 不是 你别告诉你把车停这儿了 车呢 对了 我刚就停到这儿了 这车前面 就这儿 那你把车停在这儿了 对 那车呢 没 没了 我的车呢 车钥匙呢 在这儿 我 我的钥匙呢 我这钥匙呢 车钥匙在车上吧 我 为了省二十块钱停车费 丢了三十七万 悲剧 那怎么办呀 报 报警 报警 上爬了吗 没有 上保险了吗 也没 那报警有用吗 没用吗 你说呢 莫莉 你打我吧 你骂我吧 我怎么那么倒陷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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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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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这口心买的车 凭什么呀 我就这么 有办法 你怎么办 报警 去 去拍手 对 对 快 快 来 来 来 看我 老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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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先生有什么事吗 我找杜小昂 谁 谁 杜晓昂 谢谢 杜晓昂 对不起 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不会错的 他就在这儿上班 要不这样 你进去说一下 你说有一个人要做金融投资 就要找他 对 先生 真对不起 杜晓昂已经被我们公司死退了 但我们公司还有更多的投资顾问 我再介绍一位给你 不了 算了 算了 谢谢 先生 我很怀疑你们的判断力 真的 你知道多少年以前在美国华尔街 杜晓昂风云任务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把所有的钱 都已经交给他全权打理了 你们损失了一个人才 好看 什么事这么急啊 我手刚冲上去 您这电话打起来了 姐夫 失业了 你怎么知道 我刚送你们公司出来 别跟余弄他说啊 他现在还不知道 放心 这个我肯定会替你帮 那你最近在干嘛呢 我听孟伯说你不也在天真上班吗 你今天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对 对 上回咱俩不是喝大了吗 还记得吧 对 我 我 我是不是把银行卡给你了 是啊 不是 就是我上次喝挺晕的啊 我 我就是到底就是 我 我 我是为什么事给你来着 你说要资助我买房子 我看了啊 才二十多个 根本就不够啊 二十万 你上次是不是说了一个炒股的事啊 靠谱 这事你还记得挺清楚吗 我以为你这康里怎么也得有个百八十万吧 我没人在马尔街炒股 那是以一位单位计算的你知道吗 你想吧咱就咱这点钱 二十个光厚头 我拼吐血了我 翻个范儿 都不够咱俩用的 翻范儿 是啊 多长时间 等 等 一个多月了 结束了 把钱拿走 帮我翻个范儿吧 不 你你你你急着用钱 不不不不 现在翻范儿最重要 谢谢 一个多月是吧 我等你 行 喝点什么 咖啡尼 拉提 服务员 我似吗 我似猫看见他的红颜 我是猫顶着他的小鞋 我似于黄鹏 他眼 你传言 看不见 你看不见 你看不见 我看你是看不见的 出了这么个事 你跟个没事的孩子一样 转着来了 弄弄 你说吧 这件事你打算怎么解决啊 爸 妈 我说你们操的什么心啊 你们没事不会去逛逛公园 喝咖啡 逛逛街什么的 别操这心了 不就丢个工作吗 我和马琳都商量好了 我们准备开一个百姓录音棚 最近啊 再筹钱呢 等着钱一到位 我们就立马在咱们这一片 开一个设备最精良 音质最出色 价格最到位的录音棚 爸 到时候看着啊 来来 你给我坐下 说你这整天没心没肺的 你爸说的不是你辞职的事 明白吗 那什么事啊 你把人家马琳的车弄丢了 就想那么过去啊 爸 你怎么连这心也操了 马琳说了 没关系 让我们不要有压力 不要有压力 他让你没有压力 你又真没有压力啊 你爸爸我光明磊落 一辈子谁的现在都不见 我怎么生中你那么一个女儿来我 你说你平常啊 左一个包 右一双鞋 让人家给你买着 我呢 睁着眼闭着眼也就算了 是吧 人家有钱 可能谈恋爱就那么个谈法 可是这一辆车啊 三十多万呢 它不是个小数字 你怎么就想 追着嘴瞪着眼 就想赖过去啊 我说人家马琳他生辈子 他 他欠你什么啊他 爸 我说你们想严重了吧 这本来爸 我也觉得挺对不起马琳的 可是马琳说了 他跟我早就不分彼此了 他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他的 妈 他真这么说的 他的就是你的 他的连他自己都不是 他是他们家的那事 是他爸爸 人家留下来的遗产 我真不明白了 人家辛辛苦苦一辈子 留下来这些财产 怎么会成你们两个小毛孩子的了 还有什么 你的就是他的 你除了你的青春 除了你自己之外 你还有什么呀你 你这不出卖自己吗你 严重了 什么叫出卖啊 我女儿干嘛要出卖自己啊 怎么严重啊 我女儿莫莫 跟马琳是纯属正常恋爱 什么叫出卖啊 恋爱 恋爱 恋爱是平等的 我要知道 是现在这个结果的话 当初我应该把马琳 轰出门去 我不能让我自己的女儿 稀罗糊涂地出卖自己 爸 你这都说得些什么呀 这 这 我原来啊 还是挺自豪的呀 我认为我把你们这两个女儿啊 都给养大了 培养好了 不管怎么说 你们也应该知道 女人的自尊自爱 就是全天下都肮脏了 我女儿她也应该是干净的 现在你看看都成什么了这都是 你说你这个 行了行了行了 什么肮脏啊 什么这个干净啊 这我女儿怎么了 怎么了 喂 志远 我昨天晚上千言万语地哄着你 让你今天态度反和一点 你说你怎么就这样 不是啊你说这个 别不是了 回去帮我收个邮件 快快快快去收 收什么 收邮件 收 你你你 我我我来收她 我我来收 我来收她 哎呀女儿大了 说话态度要注意你 我告诉你诺诺 你不好好想想 看咱们处理好喽 行行行行 你要再不敢你等着 行了 行了 什么呀这是你说你 别吵架啊 白养你了 我我来说 我来说 回来 唉 孩子啊 妈 我真有和爸说那么差吗 嬷嬷 你在爸爸心里 永远是个好孩子 可是你得懂得一个道理啊 你看马琳她现在宠着你 因为她喜欢你呀 可是现如今这个时代 咱普通老百姓从一而中的就不多了 更何况呢 马琳她这样的出身背景 你说她一个男孩 喜欢一个女人喜欢一辈子 那就更凤毛麟角了 你爸爸她这么说你 是怕你受到伤害 你不要记恨她啊 我们就是怕你太依赖她了 太相信她最后你万一有个什么 妈 妈 你说 爸爸妈妈的前半生已经过去了 剩下的人生 就是盼着我的两位公主 能平安 幸福 你说说 你在妈妈心里 永远是那么单纯 你要是受到伤害的话 妈妈不得去死啊 妈 你就放心吧 马琳她不会不要我的 她为了我 她连家都不要了 现在她们家断了她的经济来源 她都没说要跟我分手呢 她为我吃了那么多苦 就说明她是真的想跟我在一起一辈子 妈 我都想好了 等我这录音棚只要一开起来挣了钱 我就立马把钱还给马琳 放心吧 妈妈没法放心 你说三十七万呢 我和你爸爸工作辛苦的一辈子 才攒了这么些的钱 我们也已经商量好了 这个钱我们赔 妈 你没事吧 什么叫没事吧 这个钱就该我们赔 这钱你们怎么能赔呢 要赔也是我赔 这钱你们怎么能赔呢 要赔也是我赔 马琳 找个关键 喂 没事 刚醒 找到了 找到了 我的车找到了 ayo 这 Smile 我 蛤 他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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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车 妈 妈 小伙子 这人啊 这人啊 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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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兴了 你知道我没有那么好眉毛 喂 诺诺 我现在把车给你送到公司来啊 行 那你把车送过来 把钥匙放在保安那儿就可以了啊 不 我还是 亲自把钥匙给你送上去吧 不用 你把钥匙放在保安那儿就行了 不是 我觉得放在保安那儿不太安全 杜晓 周同他不在这儿 你放心 周同 这什么跟什么呀 我是有事儿要跟你说呢 喂 杜晓 你到小龙学校来一趟 就是现在 干什么呀 不 我现在正忙着呢 没时间 小龙被打了 赶紧过来 啊 你拿什么呀你 你儿子在学校被人欺负了 你赶紧的 完了 这下完蛋了 这俩老婆都饶不了我了 对不起啊 是我儿子不动事儿 你别往心里去 男的孩子嘛 免贴啊 打个架子 老伴 没事儿吧 回去啊 向你爸请教请教 教你两招 下回啊 把小汤子干趴去 哟 怎么下成这样了 这可不行啊 这男子汉都打架打出来的 说你呢 怎么回事儿 今儿可能你不对 你干嘛打着呢 我就问他了 你爸爸怎么慢慢来见你啊 你爸爸是不是很懒着 他又对我好懒着 有爸爸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又来打我 我就滑手啊 谁知道 他那么不经典 真是对不起啊 看孩子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走了 你没事吧 没事儿吧 没事儿 喂 喂 喂 杜晓鸥 你人在哪儿啊 怎么还不到啊 不是不是 我那个车车撞了 对我现在过不去了 我拜托你下次撒谎的时候 你憋得像一点 好吗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 你说好周末来接孩子 你到现在连个人影 你都不接 孩子在学校被欺负了 你连管你都不管 晓鸥你还有良心吗你 不是晓鸥 这好我过两天过两天 我肯定去看晓鸥好不好 啊 你就躲吧你啊 我可告诉你 你跑到老婆上 你跑不了妙 妈妈 常扭下来的话不舔 管她舔不舔的呢 先扭下来尝尝再说 咱家的待遇也太不容易了 这愚弄的不在家了 这就剩两个菜啊 你能跟诺诺比吗 当初诺诺是咱们家的保护对象 她怀的是咱们家的孙子 现在孙子没有了 咱们三人吃那么好干吗呀 对啊 孙子没有了 咱们仨就是孙子 这时候现在菜可贵了 你这多少钱 多少钱 想个别敢想 吃吧 我瞧也就几毛钱 真傻 我连点肉都没有 你 喂 杜晓鸥你给我下来 我在你们家楼下 快点啊 你来了 我就跟你说过 好得了合成跑不了妙吧 你这又是玩哪出呢 杜晓鸥 你天天这么躲着孩子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 我告诉你啊 我今儿来不是征求你的意见 我是通知你 从这个月起 小龙就搁你这儿了 什么 每个月你陪他共度俩周末 现在你食言了 我没有办法跟他解释了 所以呢 你 你 有义务收拾这段谈子 不是 我说 我说你有病吧你 一个月 我实话告诉你 我前两天 我才把工作给丢了 你 你现在又把小龙给我带来 你这不是勤等着我离婚的吗 离了婚更好 离婚就有时间照顾小龙了 我说你这么干起 是不是有点忒不地道 你说你 干嘛呀 你当初生小龙的时候 你问过我吗 我同意了吗 你不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了 你又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孩子带来认爹 我说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吧 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 于情于理 我都要处理一下自己的问题 人家死刑犯还有个缓期执行呢 你倒好 你一下子就把我给枪决了 那怎么办呀 孩子我都给你带来了 你说是你吧你 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 小龙现在知道吗 知道什么呀 知道我是他爸吗 他不知道 不过我等着你自己告诉他 再给我点时间吧 首先 我得做通余诺诺的工作 我告诉你啊 你给我快点 想够来这一套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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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去哪里 你还要去哪里 小龙 我和余诺诺阿姨教你学 你到我们家来 你以后啊 就把我们家当成你自己的家 好不好 好 走 小龙 我妈妈说拜拜 妈妈拜拜 再见小龙 你给这小龙啊 多有福气啊 我太喜欢他 你给大传 多大 这都多有福气啊 这眼眉长得你看看 大瓜 对 眼睛长得 中国人最兵型 最漂亮的眼睛 这眼睛一看 炯炯武神 将来是个小帅哥 什么叫将来啊 现在我们就是小帅哥 来 来 让爷爷亲一个 亲一个 亲一个 爸 你不能那么说 你让他不能那么叫 他现在还不知道 我是他爸爸呢 不管他爸爸是谁 对对我 你爸爸叫爷爷知道吗 挺大老爷爷们家 媳妇吓得一样 你治愈吗 小默贝 太漂亮了 我再给你配上一个 亲爱的礼物 这做得都好看 你看看这 爷爷给你挂一个什么呢 这有点叫 长命百岁锁 挂上这锁以后啊 这有好处 什么好处呢 叫 顺好所好 灾少病少 身体奔棒 长命百岁 爷爷挂了长命 就能百岁吗 当然呀 今天你年纪大 我给你挂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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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肉 怎么这么懂事啊 你就让我心里 这么甜甜的 太乖了你小宝贝 要是让余诺老知道这事啊 恐怕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他不会咋好呢 哎呀 小龙啊 走吧 跟奶奶去啊 奶奶给你讲故事洗澡去了 哎呀 走 哎呀 爱死个人了 八千五成你四 六千三 三个人 小样 还挺认真的 废话 我今天跑了一天 脚都要跑瘸了 看了好几个地方 价格都挺合适的 我得对比对比啊 那你现在知道创业的艰苦了 是不是 艰苦也得坚持 总比我上班看那些土大款的脸色强多了 你说是吧 土大款 那你看我这个土大款 心里有没有难过过 不难过 你是土大款吗 土到哪儿了 我可不土啊 就算你是土大款 也是土大款里面最洋气的一个 我喜欢 那不还是土大款吗 我喜欢 你小东西 挖个坑挖不给你挨进去 行 行 行 马 妈呀 这 这是给她准备的被子 那个沙发上已经铺好了 你赶紧 赶紧出来吧 对 不对 这就是沙发上的被子 这个 这个 小马 来了 小马 嗯 嗯 嗯 一向六二十五 二十五 哎呀 干嘛住 一向六二十五 一向六二十五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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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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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十分钟没睡好啊 嗯 那等等啊 我几过几天回去 就可以上床睡了 等我等多久啊 要不你先回家住几天 我再等等吧 我可以坚持 坚持坚持 亲爱的 委屈你了 我几过几天就回去了 再忍着啊 没事 早安 早 早 姐 刚才都听见了 姐 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沙发睡得是真熟 每天晚上我都好梦连连 呼噜的声音磁起彼伏 你是不是都听见了每天晚上 听见了 她都听见了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你晚上肯定没睡好 看你满眼的活血丝 没事 不是 这个问题我会解决的 不 我不是这样的 谢谢 大嘴巴 你又惹祸了 猪啊 鸭啊 大嘴巴 大嘴巴 妈妈 我又回来了 来 慢点 慢慢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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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妈 嗨 你们怎么早就回来的 爷爷奶奶说早就健康 把我累死了 都把你累死了 小龙啊 等会儿那玩具给妈妈看看呢 这肯定大肯定了 还响呢 是不是你问爷爷奶奶要的 这可不是好孩子 下回买这么贵的玩具问妈妈要 不准问爷爷奶奶要听见没 爸 妈 你们这么迫背干嘛呀 下回可千万别这样了 不行 这钱您一定拿着 绝对不行 自个儿的孙子这点钱花得起 妈 那下次千万不能这样了 走 上楼坐会儿去啊 爸 妈 我还有点东西拿给你们 你们先上去吧 走 爸 妈 早上好 我 好好 好 爸 咱把嬷嬷那个房间 换成双人床怎么样啊 怎么了 你妹妹让你来当睡客 不是 我就是想吧 嬷嬷要是换成双人床 我就可以跟她睡一个房间 把我那个房间给马林住 不行 我本来就不同意他们失婚的 这个马林什么时候走啊 她不能老住在咱们家 小医生 你妈没立场 我可有立场 原则问题 我是坚决不能松口 是啊 你说正常人家 哪有这样过日子 客厅 大沙发上 睡着一个大男人 真是的 对了 诺诺 你和杜晓昂的事情怎么解决啊 总有个解决方法吧 杜晓昂爸倒是每天都找我 可是她爸妈没什么动静 她妈大爸爸 什么人呢 不识大提 可是这杜晓昂 她是喝骨洋墨水出个国的人呢 她怎么也是个样 把我女儿去的回了娘家 她连灯门倒个线都不行 这 真是其我死理 爸 你怎么气性这么大呀 说着说着就来气了 你得让杜晓 上门来赔礼道歉 你说怎么也给你爸爸 下个台阶吧 我知道 我心里有数 爸 来 吃个包子 张嘴 干嘛呀你现在 气息是越来越大了 我看你是不能到第二春了你 臭丫头 说什么呢 说爸热门 那儿没小 真是没大一种 爸 妈 这些东西啊 都是我从美国专门带来 孝敬你们二老的 都是些酱血压血脂的 对你们老年人特别的好 嗯 这么贵的东西 你拿回去吧 爸 妈 我这几天回去 想了很多 我也反省了一下我自己 我知道 上次跟你们说的话 是我不对 我太功利太现实了 没有诚心 所以我就是来给你们道歉的 妈 妈 妈 对不起 其实我一个人带小龙在国外生活 都已经六年了 我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我现在只是希望 小安好 小龙好 你们大家都好 我希望小龙每天都能见到 大爷爷奶奶 看见爸爸 得到其他的孩子 都能够享受到的关心和充满 这个 我就希望你做了 爸 妈 我请你们放心 我绝对不会破坏小安 现在的家庭 我知道 这些东西 不足以代表我的诚意 可是请你们相信我 我一定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的 如果 你们实在是不愿意原谅我 不接受我诚意的话 我只能把这些东西带走了 谢谢你还能有这份小心的 谢谢爸爸 谢谢爸爸 姐 您进 这么大呀 怎么样啊 姐 你看 这个呢 就是将来的农民室 还有这边呢 接待区 那边 员工的办公室 楼上 总是你办公室 你的 走 赶紧看看 有点太夸张了吧 你说你就开一个录音棚 给老百姓自娱自乐的 你这遇到有这么铺张浪费的吗 梦梦 你有没有成功运气啊 你算不算我投入产出笔啊 你说给老百姓录购 你弄那么大一个录音棚 我跟你说好多卡到欧队里面 百万十块钱就得不准够 你这打算算多少钱啊 一百 两百 什么时候在那生不成本呢 哎哟姐 你落后了 你的经营里面现在不流行 我们现在虽然赚得少点 可是将来要是给歌声录音 说不定还得出唱片呢 你说是不是我落后了 这话谁说的 马林说的 她也太异想天开了吧 这马林 纯粹是拿钱打水票逗你玩的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呀 你姐姐我做生意做了快十年了 我挣着什么钱了 在这十年里头 我不断地经历着 从希望到失望的全过程 我就差最后一根稻草 我就彻底绝望了 别看我在外面说得好听 我每天意气风发的 我跟打了鸡血似的 我神经兮兮的 在别人眼里啊 这叫金迷能干 我实话告诉你 这世界上所有金迷能干的女人 都一样都是被逼的 谁不愿意做一个傻乎乎的女人啊 每天不愁吃不愁串 什么都不用想 你是不是觉得当个女老板 挺风光的 风光个屁啊 风光 那内心的苦闷只有自己才知道 我告诉你 冠冠 舒舒服服地活着 才是硬道理 我给你讲一个撒切尔夫人的故事 讲过了 撒切尔夫人有一天经过一片墓地 看见一座墓碑上写着墓志明 哇 多么温柔可爱的小女人啊 撒切尔夫人就叹了口气说 我是多么希望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 姐 跑题了 没有啊 没跑题 我就是想告诉你 在我看来 马林真的还挺靠谱的 你就好好地跟她一起过日子 做一个开开心心的 幸福的 什么都不用发愁的小女人 行了吧 爸 妈前两天还提醒我呢 她说马林不靠谱 出关样哪一天她离开我了 我得自己学会自强自立 我到底听谁的呀 受伤击的经验 知不知道